面对网上多个有争议的视频 成都市卫健委出面澄清称 在发生地震等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时 处于疫情封锁之下的居民可以离开小区 然而不应完全放弃防疫 周一至周二网上热传的多个视频显示 即使周一下午成都市附近发生了6.8级地震 成都震感强烈 处于封城中的成都市民仍然被禁止离开小区 截至周二四川甘孜州卢定县地震 已经造成了66人死亡 至少还有15人失踪 卢定县距离成都市226公里 自上周四以来 拥有2100万人口的成都 因为疫情爆发而处于封城状态 随着周一地震的发生 成都多个高楼发生剧烈摇晃 试图冲出小区逃生的人们 却遇到了清零政策的坚决执行者 一段视频片段显示 小区居民与阻止他们离开的防控人员 发生了争吵 防控人员反问居民 我问你现在楼倒了没 言下之意楼不倒就不能开门 还有小区播放大喇叭 要求市民回家 并称地震只是一次性的防疫才是现在的重点 不让市民离开避难的地方 要求市民离开避难的地方 全国有些人 人家军想 是对所有的事性的 都是在网络出小区 可能不够 我只能不够 不够 你需要 你需要 我只能把人不够 我只能把人不够 网络出小区 不是 他们不够 他们不够 我们不够 他们的网络出小区 法律 能不能够 不让市民离开避难的视频 在网上引起众怒之后 周一深夜 成都市卫健委对地震等紧急情况发表声明 卫健委表示 在防疫期间 一旦发生地震 火灾 洪水等灾害 对生命造成危害的 应该优先保障市民的安全 然而卫健委表示 不应完全放弃对疫情的控制 个人应该做好防护 疏散时应该减少聚集和身体接触 而高危灾害结束后 要及时开展风险评估 做好后续工作 周一的地震对四川省造成了新的打击 今年四川已经经历了高温 干旱 电力短缺和疫情爆发导致的封城 而封城遇上地震 是人们之前想象中的场景 现在真的发生 在今年4月份上海封城期间 就曾经尝试采取强硬的隔离措施 防疫人员用金属板或是铁栅栏围住了住宅区 引起市民强烈反对 当时人们就担心发生火灾等灾害事件 最终该行动在抗疫身中停滞 此次成都真的发生了封城遇上地震的极端事件 网友表示 这再次证明了清零运动是关于控制 而不是关于拯救生命 周二成都市通报的新增病例出现略微下降 官方报告 周一新增确诊病例59例 无症状感染者31例 低于前一天的新增90例 无症状50例 但是地方当局仍然延长了封锁时间 市民在网络上反映 很多小区的居民被连夜转运 晚上11点开始拉人 而面对不愿意离开的居民 小区凌晨2点出现了突然的停电 居民认为这是逼他们走的措施之一 也有市民反映集中隔离开始需要自费了 房费158元 三餐令付68元 面对种种情况 成都市民表现出的整体气氛是烦躁 以及普遍服从 一位连续检测呈阴性 仍被带走隔离的市民表示 现场警察的威胁令他们不敢发声 还有人补充说 他们担心如果闹事 导致自己的孩子被打上黑标签 会对他们孩子的未来产生负面影响 面对更加具有传染性的新冠变体病毒 坚持清零战略越来越难 中国经济增长预测被不断下调 目前中国约有100个城市都记录到了新冠病例 这是自2020年初以来的最多的病例数 并且约有6500万人处于封锁或是半封锁之下 这相当于法国的全国人口 10月16日即将召开的二十大上 人们将密切关注习近平的致辞 从中寻找有关中国是否会结束清零的信号 有分析人士预计 习近平届时会宣布战胜新冠病毒 因为随着人们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多 共产党知道将会有一个转折点 而在这个转折点到来之前 提前宣布胜利将是明智之举 但是不太可能立即结束防疫措施 因为这是习近平的标志性政策之一 而二十大是关于展示党的权威 任何政策都不能够有污点 另外习近平将于下周离开中国前往哈萨克斯坦 这也是他自疫情开始以来的首次出国访问 而在上海 原定于本周三和周四举办的最重要的金融论坛 陆家嘴金融论坛被无限期推迟 原因是周二上海检测出了一例新增病例 一位政府官员表示 出于对疫情的担忧 今年可能都不会再举行年度性的活动 消息是称 10月下旬的二十大结束之后 预计最高金融监管机构将会忙于制定新的国家政策 可能没有时间再来参加在上海举办的金融论坛 原本这次的会议将由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 和上海市市长龚正共同主持 主题是运用金融资源稳定经济增长 自今年4月份以来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直在下跌 仅在过去的一个月内就下跌了2.7% 疲软的货币再加上美联储加息和新冠封锁等原因 导致今年中国股票和债券出现创纪录的抛售 根据数据 中国在2月至7月期间 录得810亿美元的资金外流 为了阻止人民币继续贬值 中国人民银行周一宣布 将从9月15日开始减少银行需要持有的外币存款数量 经济学家称下调外汇准备金率的决定表明 中国央行不愿意继续袖手旁观 眼睁睁地看着人民币贬值 虽然有人认为让人民币贬值可以一定程度上帮助出口 但是央行的最新举动表明 中国央行并不愿意人民币对美元大幅贬值 这是央行继4月份在人民币疲软期间 下调一个百分点之后 今年第二次下调外汇准备金率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在周一说 人民币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 因此在短期内双向波动是正常的 他说基本稳定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我认为人民币不会发生任何事情 也不会允许发生任何事情 分析人士表示 中国人民银行的首要任务仍是稳定经济 并在下个月召开的20大之前 防止人民币大幅贬值 而为了进一步遏制贬值 中国人民银行还可能增加离岸债券发行 以吸收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 但是仍然有许多分析师预计 未来几个月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将会达到关键的7 甚至可能更早到来 而人民币上一次突破7 是在2020年7月 面对经济的下行 中国的银行一直被要求承担起经济复苏的重任 银行家和分析师表示 为了响应中国政府的号召 中国的头部银行增加对实体经济和房地产行业的贷款 将导致他们在下半年面临利润的挤压 中国最大的五家国有银行 在第二季度的利润略有增长 然而除了中国银行以外 其他私家银行的禁息差都显示出下降 这是衡量银行的盈利能力的一个关键指标 中国的银行业前景暗淡 随着经济的冷却 中国政府在过去几个月里公布了一连串的降息措施 并且一直在加大对银行的压力 不断发出增加贷款的新指示 分析师表示 基准利率下调导致银行的资产收益率下降 以及对存款的持续竞争 意味着银行的利润率将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经济学家还表示 银行被告知一定要支持房地产 这是最糟糕的 因为利率正在下降 禁息差已经收窄 银行的回旋余地更小 禁息差就是指银行从贷款中赚取的利息 与他们支付的存款利息的差额 这将影响一家银行的盈利能力 中国五大银行中的四家 包括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 在八月底公布业绩时 都表明了禁息差的收窄 分析师预测 全年而言 中国银行的净利润率 预计将从六月底的1.76%降至1.71% 中国四大行的资产回报率 则将在未来一年保持在1%以下 但是中国的贵有银行纷纷表示 即使回报率有所下降 也将继续履行一个大型国有银行的责任 加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增加贷款 以帮助中国稳定经济 路透社发布最新报告表示 中国的一些顶尖大学和国家的研究机构 正在依靠一款美国的电脑芯片 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而华盛顿最近限制出口到中国的关键芯片 正是这一款 美国芯片设计公司英伟达上周表示 美国政府已经命令其停止向中国出口 A100和H100芯片 同时AMD公司也表示 美国政府已经阻止它的人工智能芯片 MI250出口到中国 这一事件发展标志着 美国扼杀中国科技潜力的重大升级 路透社对过去两年中 十几份公开的政府招标书的审查表明 在中国一些最关乎国家战略意义的研究机构 对英伟达的A100人工智能芯片有很高的需求 比如说清华大学 去年10月份花了40多万美元 购买了两台英伟达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 每台都有4颗A100芯片驱动 同月 中国科学院旗下的计算技术研究所 在A100芯片上花费了25万美元 今年7月 中科院大学的一个人工智能学院 花了近20万美元购买高科技设备 其中也包括一台 部分由A100芯片驱动的服务器 11月位于广东的济南大学 网络安全学院则花费了9万多美元 购买了一台英伟达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 同时 其科学与工程学院 上个月还花了近10万美元 购买了8个英伟达A100芯片 同时 招标文件显示 山东 河南和重庆等政府支持的一些 科研机构和大学也购买了A100芯片 英伟达上周表示 对中国的出口禁令 令它本季度损失了4亿美元的销售额 因此 它计划向政府申请放宽规则 缺乏这些高端的人工智能芯片 可能会令中国企业无法以高效的方式 将高级计算机用于图像和语音识别等任务 虽然它们还是可以使用低端芯片来代替 但是效率会低得多 路透社看到今年5月的一份招标书显示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正在考虑 使用英伟达的人工智能计算机 提高从地理数据中生成三维图像的能力 测绘科学研究院称 这将能大大的提高数据承载能力和计算速度 缩短科研流程 更快地实现科研成果 国防科技大学也适应伟达A100芯片的买家之一 国防科技大学自称是军事大学 受中央军委直接领导 国防科技大学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之一 天和二号 该大学自2015年以来一直在美国的黑名单上 迫使它无法使用英特尔处理器 5月份的招标文件显示 国防科技大学正计划购买24个 具有人工智能应用的英伟达图像处理器 而该招标文件在上个月再次被重新发布 表明国防科技大学尚未找到合适的供应商 在美国加强出口管制 限制住中国关键技术发展的背景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呼吁 加大力度健全举国体制来推进关键技术 周二习近平主持召开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7次会议 其中审议通过了 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关键内核技术公关 新型举国体制的意见 重点关注对中国工业 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领域 习近平敦促国家 发挥集中资源办大事的能力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大幅提升科技公关体系化的能力 在若干重要领域形成竞争优势 赢得战略主动 会强调要重点研发 具有先发优势的关键技术 和引领未来发展的基础前沿技术 虽然会议中没有直接提到芯片 但是中国近年来花在进口芯片的费用上 已经超过了石油 成为了中国第一大进口商品 美国对芯片的禁令层层升级后 习近平必须抓紧时间 为半导体发展取得突破 纽约时报引述专家分析指出 习近平试图以举国体制的方式 调动国家资源独自发展 但是芯片业依靠的是全球供应链的配合 中国不可能靠自己来包揽整个芯片的发展 中国前科技日报总编辑刘亚东 5月份接受媒体访问时也表示 举国体制可以帮助中国赢得奥运金牌 或者制造原子弹 但是无法制造半导体芯片 与此同时 中国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周一发布 关于西北工业大学 遭受境外网络攻击的调查报告 报告初步判断 相关攻击活动来自于美国国安局 试图窃取中国的核心数据 温宣士指出 北京此次在网络间谍议题上主动出击 既与中国网络安全水平提升有关 也是在二十大召开前 释放出更强的维稳信号 中国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 发布报告称 相关攻击活动来自美国国安局旗下的 特定入侵行动办公室 报告称 美国该机构近年来 对中国国内目标 已经实施了上万次恶意网络攻击 窃取超过140GB的高价值数据 此次设施的西北工业大学 隶属于中国工信部 是被美国认定为 与中国军方有密切联系的研究型院校 学校今年4月报警称 发现信息系统有遭到 木马程序攻击的痕迹 受理案件的西安市公安局 对媒体表示 西北工业大学拥有大量 国家顶级研究团队和高端人才 承担多个重点科研项目 因其特殊地位和从事的敏感科学研究 成为此次网络攻击的针对性目标 中国的360公司同天发布的调查报告则称 此次攻击活动之前 美国国安局已经在多家大型知名互联网企业的配合下 掌握了中国大量通信网络设备的管理权限 并且长期对中国手机用户进行无差别语音监听 非法窃取手机用户短信内容 进行无限定位等等 这是中国今年以来第二次指控美国 对中国发起网络攻击 新加坡大学的分析人士表示 在中美两国此前的网络安全交锋当中 中国多数的时候是被指控攻击美国网络 而近两年来 中国开始积极地披露美国的黑客行动 以主动出击取代被动澄清 一定程度上与中国网络安全技术水平有所提升有关 他们有能力获取更多的证据 此外 中国选择在这个节点警告美国黑客 也与二十大即将召开有关 中国官方本月加大了对网络舆论的控管 此时披露美国的攻击行为 相信也是为了发挥威慑作用 进一步为二十大营造稳定安全的舆论环境 美国总统拜登周二则表示 只要习近平出席11月 在印尼举行的二十国集团会议 他就肯定将与习近平会面 拜登周二对记者说 只要他去我就会见到他 拜登的团队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求 与习近平面对面会谈的机会 以解决或者缓解台湾问题 中美贸易等关键矛盾 此外周二 英国政坛中对中国最坚定的批评者之一 特拉斯成为了英国的新首相 他自称是西方世界秩序的捍卫者 同时批评前首相约翰逊 对中国的政策不够强硬 过去十年 伦敦和北京之间的关系恶化 因为英国越来越担心 对中国投资敞开大门 可能会带来国家安全风险 而且中国在军事和经济上的强硬态度 可能不利于英国脱欧后的自由贸易议程 特拉斯认为中国是对国际秩序的威胁 而这种秩序在二战后对贸易和外交至关重要 特拉斯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次演讲中说 各国必须按规则行事包括中国 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则称特拉斯 是激进的民粹主义者 并称他应该放弃过时的帝国心态 中国外交部的新发言人毛宁周二表示 他希望与英国的关系能够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上 伦敦智库的分析是表示 特拉斯将对中国收购英国公司施加更多限制 并将采取更多措施将各国捆绑在一起 以对抗中国的崛起 英国曾经在前首相卡梅伦的领导下 打造了与中国关系的黄金时代 但是在过去的七年里 随着首相的三次更换 以及对北京的贸易行为越来越多的批评 和对香港问题的争论 英国已经从中国的最大支持者 变成了中国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 英国政府最近采取行动 限制中国参与英国的核电部门的竞标 而去年作为贸易部长 特拉斯警告说 除非对北京采取强硬的态度 并推动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 否则西方可能失去对全球贸易的控制 他还说 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 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在最大国家的暴政下 使全球贸易支离破碎 随着特拉斯的上台 他将任命一位与他观点一致的外交部长 同时对华鹰派的政客 也将担任英国新的安全部长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